你是不是也觉得iPhone上面的Siri非常的难用呢 我们今天呢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教学 结合iPhone跟ChatGBT 让它直接取代Siri成为你手机上面 最强大的智能语音助理哦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加到iPhone的桌面上面 成为一个强大的搜寻引擎 好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吧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iPhone的捷径这一款App 然后我会直接把捷径的脚本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打开连结之后呢 按一下最上方的打开 它就会跳到捷径里面 那我们就按下面这个蓝色的加入捷径 然后大家看到呢 这边就多出一个橘色的高级助理的捷径的按钮哦 那加入捷径之后呢 我们要先到OpenAI去取得一个钥匙哦 就是API的钥匙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网址我也会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你可以直接点击 那点进去呢它会要求你登入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的话呢 你就先注册 那注册完之后进到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中间有个灰色的Create New Secret Key 我们就点下去 它就会帮你生成一个新的API的钥匙 我们就复制起来 按一下右边的绿色 接着我们按下面的OK 那我们现在复制完这个钥匙之后呢 我们回到刚才的捷径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高级助理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里面呢你会看到第二行这个文字的框框里面 里面有一个在此输入你的API Key 我们就把它全部删除 然后呢把它贴上 贴上我们刚才的这一串钥匙喔 然后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到下面的有一个圆圈i点进去 接着看到最下面有一个作为快速动作 这个选项一定要是打开的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再按一次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就OK咯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例如说我们叫出Siri 看你是要直接讲Hey Siri 或者是你要长按这个锁定画面按钮 也是可以叫出Siri的 叫出Siri之后呢 我们直接讲高级助理这四个字 我们来示范一次喔 高级助理 然后这边呢他就回复说我能帮你什么 然后你就直接讲出你要搜寻的东西 或是你的要求 如何成为太空人 这边他就跳出一个视窗 问你要不要允许高级助理连接这个网站 那你就选允许 那这边呢要稍微等一下 那最后呢他就出现这样子一个视窗喔 里面就是他搜寻的结果 然后非常的完整 例如说你要完成大学学业啊 然后要经过怎样的训练 那他这边全部都会显示出来 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 以后呢就可以直接用语音的方式 来搜寻ChatGBT了 然后还要稍微提到刚才的语音助理呢 他现在不太能够中音混合 就例如说你想要在中文的句子里面 加入任何英文的话 都非常容易出错 所以就是尽量一句话都使用中文 或是一句话都使用英文这样 Hey Siri 高级助理 列出三点如何戒掉坏习惯 那除了可以用语音助理的方式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加到我们的iPhone桌面上 然后成为你强大的搜寻引擎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回到捷径 然后按一下高级助理的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最下面的i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加入主画面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按钮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说 你想不想要更换它的Logo跟它的名称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加入 那我们再回到桌面上呢 它就出现在我们的桌面上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 它就会问你说你想要搜寻哪些 你就可以直接用打的方式呢 把你的问题打出来 例如说 那最后呢来提醒大家一些使用它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不要问它太长的问题 如果你的问题它搜寻时间过久的话呢 捷径会自动中断它的动作 所以就尽量挑一些它能够简短回答的问题 就是例如说如果你想要让它用调列式的方式的话呢 最多也不要超过5点以上 或者是你要叫它写一整篇文章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困难喔 那这些问题呢就最好移到网站上面执行 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API 它其实是TrackGPT的祖先 那TrackGPT的API其实也快要开放了 那到时候加到手机上面的方式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喔 然后使用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那它搜寻的时候就不要切换画面 或是打开任何的App 不然它有可能会被中断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非常简单把TrackGPT加到手机上面的教学咯 那之后呢如果有任何更新啊 例如说正式版的API上来的时候呢 我也会及时更新这部影片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还不错的话呢 可以小小支持我一下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开启小订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喔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